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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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今天进入了我们第二期的美丽人生节目了 今天在这里呢 我又要跟大家分享神120个应许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两天的感受 因为这两天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感受非常的深 第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美国发生了暴乱 美国为何会发生的暴乱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因为在这个 有个州叫做明尼苏达州 在明尼苏达州呢有一个黑人 他拿着20块钱的假钞到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呢超市主人就报警了 警察来到了之后呢 就把他制服在地上 然后用他的大腿压住他的膝盖 压住他的脖子 不让他说话 结果在短短的七分钟 这个黑人呢就断了气 结果呢你知道在美国到至今啊 白人的黑人的这个矛盾还是不停 而这一次呢造成的暴乱呢 就其实是累积很久的一种情绪 昨天晚上我看新闻了 好多城市都在暴乱了 现在这整个美国呀 真的是到处灾难 除了疫情之外 除了这个经济啊 就是人民失业之外 还有现在还加上这个暴乱 真的是够很麻烦的了 第二个让我感到震撼的事情 就是英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 叫做大卫包森 他呢在5月21号过世了 那么这位牧师呢是我非常敬爱的一位牧师 虽然我从来没有没有亲自到他的现场 听过他讲道 可是呢感觉到他就是算是我的恩师 暴牧师在5月21号过世的时候呢 网上啊就好多好多人舍不得他呀 有人说他长得像那个肯德基 沈德基的那个创办人 那个老爷爷 可是实际上 他看起来给我感觉一点都不老 因为他虽然是白发 是年轻是大 可是他的脸很好看 而且他讲话非常的吸引人 很幽默 而且非常带着群币 是的非常的遗憾 他是我们的好板样 现在他跟神在一起了 我们也相信他 他一定抓到了神所有的应许 现在一定是躺在神的怀里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应许 这个应许呢跟第一个应许是相关的 那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应许说我们要得到永生 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那我们要得到永生 永远的生命对不对 那么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 那就要经历 经历什么呢 跟耶稣一样要经历死 死里之后呢要怎么样复活呀 对不对 你要复活 要复活 复活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永生 那复活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 那么在这个死里复活 你怎么会从死里复活呢 你一定要有人救你呀 有人让你复活呀 那就是得救了 那要怎么得救 谁会来救我们呢 就是这个创造宇宙的神 上帝 在旧约里边 他们叫耶和华 上帝为神 对不对 宇宙创造宇宙 耶和华 他是神 在圣经里面分成旧约新约 新约里面的这位神呢 大家叫他为主 神是主 那我们要信这位神 我们还要在口里面 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要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 那么这位神呢 他把他的心爱的爱子 耶稣 爱子 赐给了我们 所以 认他神为主 那我们也要叫耶稣为主 所以我们的口里要认耶稣为主 这是一个条件 应许里面是有条件 你要做 你就会得到这个应许 这个要求是 你要口里跟人家说 耶稣是你的主 然后呢 心里面呢 要信神 信什么呢 信神什么呢 不是说你相信 神创造宇宙 神对我们好就行了 你要相信 神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呀 那必得救啊 如果你没有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得救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生命了 所以这个生命的过程 这个得生的过程 得到永生的过程 你要得救 首先我们要先得救 得救之后呢 才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怕死 死的时候 人都没有事情 人也都怕死 很多人都怕死 那么死呢 其实是很可怕 因为死之后 你什么都不知道 死之后你毁灭 是一个 而且是一个永别 那我们在处于危险的时候 我们希望什么 有人来救你 没有人在生命面对危险的时候 还不想求救 或者抱着救生圈求生的 对不对 本能的你会去抓住 能够让你存活下来的一切的工具 或者人 圣经上要求你 你要要求你 你想要得救 你想要得救 你就会得到永生 永远的生命嘛 你被救起来了 就会永生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人必有一死 每个人都会死 这个死的过程里面 你想要得到永生 想要 你必须要有人救你 然后呢 有人救你的过程中呢 神要求 你要得到这个应许 你必须要 信他 从死里复活 你要相信他复活了 你要跟着他一起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就没有意义了 他没有复活 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 新的生命 得到永生的生命了 所以 我们要跟他一起 从死里面复活 才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 我们跟他一样 得救了 神会救我们 他说 只要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 我们口里面要跟人家说 耶稣是我的救主 心里要相信 要跟他一起 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所以这个复活的过程中 你相信他就一定能救到你 我们必须愿意 必须有行动 那么在黑暗死亡的 这个过程 阴间里面 你才会真正的找到 这个救你的时候 救你的光 那进入这个永生的生命 我祝福大家 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应许 永生的生命 我们只要造作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里面的罗马书 第十章第九节 希望大家记住了这个应许 这两个应许 非常非常的重要 相信自己是不可靠的 因为人必要死 人都会死了 怎么能相信呢 他会让你失望 还有人的罪啊 会让我们失望 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自己 相信别人不能 相信自己也不能 因为我们能力有限 因为我们会死 所以呢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接下来希望你们 跟着我一起聆听神的话语 美丽人生第三集 有非常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